重揭今生善果,为现世造福,为来生结缘 大家好,欢迎收看佛语 我是后普,喜欢,请您关注我们 这样您就能及时收看到佛语最新的节目 今天为大家带来的是 2024年7月生效运势,三生效需谨言慎行 2024年7月6日22点19分49秒进入小鼠节气 在此之前,十二生效型耕武运 六日节气后将步入新卫运 生效牛、鼠、狗之人本月需特别注意,谨言慎行 七月份吉利的日子 1日、3日、8日、10日、14日、19日、20日、22日、26日、29日 七月不太好的日子 5日、6日、9日、11日、12日、21日、23日、24日 生效鼠、波折渐起、关注人迹 整体 六日小鼠节气后 将步入紫卫相害 消神作杀之运 需要面对多方面的挑战 建议保持谨慎 避免被他人利用 同时保持积极的心态 努力克服困难 期待好运的到来 财运 财富表现很差 收入可能不如预期 导致资金流动紧张 需特别注意理财规划 避免不必要的开支 还容易被他人欺骗或者陷害 损失更多钱财 一定要多注意身边的人 勿轻信他人的话语 爱情 桃花凋零 本月身边不怀好意的人增多 单身者就算遇到一些感情机会 也不一定是良缘 要仔细甄别 有伴侣者要警惕外界干扰 尤其是第三者的挑拨离间 事业 职场压力比较大 工作非常辛苦 但收获却并不多 努力没有得到领导认可 付出也被同事忽视 而且 职场中别有用心的人活动频繁 容易在背后捣乱或制造麻烦 给事业造成了很大的阻碍 健康 由于各方面压力增大 可能会出现一些悲观情绪 不利于身体健康 要学会自我调节 生肖牛 波折不断 一无所获 整体 六日小暑节气后 将步入丑味相冲之运 会面临许多突然的变故 事情发展与预期不符 让人压力增大 情绪焦躁 财运 因逢冲之故 本月可能会遇到意料之外的经济压力或损失 投资决策需谨慎 避免高风险项目 以防资金链断裂 同时 也要做好财务规划 加强对个人资产的保护 以保持经济的稳定 爱情 容易遭遇情感波动 感情生活中 可能会出现一些波折 如误会或争吵 这些都需要属牛人用耐心和智慧去解决 单身者在感情方面 没什么机会 事业 面临诸多挑战 原有计划可能因突发事件 而被迫调整 工作进度受阻 此时 保持灵活性和适应性变得极为重要 要制定应急计划 为可能出现的变化做准备 并学会在变化中寻找新的机遇 健康 健康状况不佳 容易受到意外伤害 注意交通安全 避免危险运动或高强度体力劳动 饮食上一清淡 多吃蔬菜水果 适量补充营养 生肖虎 阳光普照 万事亨通 整体 六日小暑节气后 将步入路马同乡之大吉运 是一个全面向好的时期 各方面都有望获得满意的成果 要珍惜时机 积极行动 抓住机遇 实现自身的目标 财运 财富方面 可谓是春风得意 正财表现尤为突出 上班族有望因工作表现优异 获得加薪或丰厚的奖金 聪明才智和勤奋努力 将得到应有的回报 经商者更是财路亨通 利润可能会出现大幅增长 爱情 天喜桃花到来 迎来温馨甜蜜的时光 对于单身者而言 本月是结实异性 发展恋情的好时机 有伴侣者则能够与爱人建立更深厚的感情 关系稳定而和谐 事业 职场一片光明 工作能力和职业素养将得到充分的认可 受到领导的赏识和器重 与同事之间的关系也相当不错 团队合作愉快 工作氛围和谐 有助于在职场上更进一步 无论是晋升还是加薪 都有可能在这个月实现 健康 精神状态较好 积极向上 有很高的工作和生活热情 能够享受生活的美好 生肖兔 喜事来临 笑口常开 整体 六日小鼠节气后 将步入三合贵人之大吉韵 财路稳步上升 爱情甜蜜美满 事业蒸蒸日上 健康状况良好 基本没有什么烦心事 财运 财务方面呈现出明显的上升趋势 将有机会遇到 愿意与你共谋发展的合作伙伴 这些合作不仅能够拓宽你的财路 还能带来实质性的收益增长 在投资方面 贵人也能帮你规避风险 获得丰厚的财务收入 爱情 社交机会增多 单身者更容易遇到心仪的对象 不妨保持开放的心态 多参加社交活动 积极展现自己的魅力 相信你会找到属于自己的幸福 有伴侣者关系融洽 感情很好 事业 迎来了事业发展的高峰期 可能遇到愿意提携你的上司 或行业内的资深人士 他们的指导和推荐 将为你打开晋升的大门 或是带来新的职业机遇 对于经商者而言 本月也是扩大业务规模 洽谈重要合作的良机 健康 精神饱满 精力充沛 更加注重养生和健康管理 合理规划饮食和作息 身体状况非常好 生效龙 心情压抑 矛盾见多 整体 六日小暑节气后 将步入商官作节之运 可能会因为喜欢出风头 而招致他人的非议 意外情况增多 出现财务上的损失 要保持冷静 理智面对生活中的各项困难 财运 在这个月里 要注意避免与人合伙投资 或做生意 否则可能会因为 合作伙伴的不当行为 而导致你的财务受损 经商者要遵循 合法合规的原则 若通过不正当手段 获取利益 则必定会有损失 爱情 过于张扬 喜欢出风头 容易让人 对你敬而远之 单身者 想脱单 比较困难 有伴侣者 需要更加注意 自己的言行举止 避免伤害到伴侣的感情 失业 失业上 会面临身心劳苦的情况 需要付出更多的努力和时间 来应对工作任务 要注意 要注意合理安排自己的工作时间和节奏 避免过度劳累 做事低调一点 尽量避免与人发生冲突和争执 健康 要注意调节心情 保持心态平和 避免因为压力过大而导致情绪失控 生肖舌 积极向上 花好月圆 整体 六日小暑节气后 将步入商官生财之急运 财艺能得到施展 财务机遇也比较多 只要保持谨慎和理性的态度 就能取得不错的成果 财运 正财表现突出 只要肯努力 就能获得丰厚的金钱收入 并且 可以通过与他人的合作 或借助他人的力量 实现财务上的增长 建议多关注合作机会 利用好人脉资源 合理规划财务 爱情 鼠舌男的感情较为顺利 单身者容易遇到心仪的对象 有伴侣者与另一半关系 更加亲密 而鼠舌的女性感情很平淡 没有太多波澜 事业 本月你的专业技能和创意才能 将得到充分的展示 很可能因此获得上级 客户的认可与赞赏 而且 还能准确捕捉到机遇 有效解决问题 在职场上的地位更加稳固 引来更多机会 健康 适度的休闲娱乐 有助于身心放松 但过度放纵 可能会带来负面影响 建议保持规律的作息 注意饮食健康 适量运动 而不是沉迷享乐 生肖马 一路走高 心想事成 整体 六日小暑节气后 将步入路和贵人食神生财之大集运 人员家 智慧与财艺得以充分发挥 不论是生活还是工作 都能够顺风顺水 游刃有余 财运 财气上涨 又有贵人相助 收入可谓是一路飙升 可能会发现一些非传统的收入渠道 或是通过一些创新的方式获得收益 经商者更容易大发特发 因为与合作伙伴的默契合作 以及精准的市场洞察力 能够让你在山海中乘风破浪 赚取丰厚的利润 爱情 本月魅力大增 单身者在社交场合中 更容易吸引异性的注意 增加了结识心仪对象的机会 有伴侣者财富充裕 能够为恋人创造更加浪漫和舒适的环境 彼此感情更深 事业 在工作中更容易取得突破和成就 无论是从事何种职业 都能够凭借自己的才华和努力 取得令人满意的成绩 此外 还可以借助贵人的引荐和帮助 拓展自己的人脉圈和业务范围 为未来的职业发展 奠定更加坚实的基础 健康 心情畅快 整体健康状况良好 但也要注意 不要过于留恋灯红酒绿的场所 以免消耗体力和精力 导致健康受损 生肖阳 神清气爽 平稳和顺 整体 六日小暑节气后 将步入时辰作笔之急运 整体较为顺遂 在社交和工作中 都能得到他人相助 稳步向前发展 财运 财富收入大丰收 通过朋友的介绍和推荐 可能会接触到一些新的商机 或者投资机会 这将带来不少额外的财富 要珍惜身边的人脉资源 与他们保持良好的关系 共同创造更多的财富 爱情 属羊男会迎来甜蜜爱情 单身者有机会遇到心仪对象 并且进展顺利 有伴侣者与伴侣关系更加亲密 属羊女则稍显平淡 需要更加努力去维护和经营感情 事业 事业蒸蒸日上 有机会得到一些重要的项目或任务 展现自己的能力和才华 同时 也能够得到同事和领导的支持和帮助 共同完成工作任务 可以利用自己的人脉资源 寻求更多的合作机会和发展空间 健康 身体很好 心情舒畅 不过参加娱乐活动和聚会 要保持适度 避免因过度玩乐而影响身体健康 生肖后 暗流仍在 慎思勿贪 整体 六日小暑节气后 将步入节财作印之运 虽有些波折 但只要能够保持积极乐观的心态 努力应对各种挑战和困难 也能迎来转机 财运 经济中存在着不稳定因素 会遇到一些看似有利可图的投资机会 但这些机遇并不一定会带来预期的回报 说不定反而会导致资金损失 在做出任何决策前 都要谨慎 不要冒险 爱情 红蓝桃花出现 感情方面有不错的进展 无论是单身者 还是有伴侣者 都能享受到温馨和谐的感情关系 事业 可能会遇到一些强有力的竞争对手 这些竞争者会带来一定的压力和挑战 但只要保持努力 通过不懈的工作和创新思维 仍然有机会在职场上取得成功 注意提升自己的专业技能和知识水平 以便在竞争中占据优势 健康 身体状态良好 精气神十足 是开展体育锻炼 提升身体素质的好时机 生肖机 平心静气 调整身心 整体 六日小暑节气后 将步入笔尖作消之运 是一个充满挑战的时期 在求谋方面遭遇诸多阻碍 付出很多努力 收获却很少 让人心情沮丧 财运 财富收入不太好 还容易出现失财的风险 做任何与金钱有关的决定时 都要保持谨慎理性 不要盲目跟风 或轻信他人的建议 要有自己的判断和决策 同时 也要注意防范诈骗和欺诈行为 避免因为贪小便宜 而遭受重大损失 爱情 会经历一些波折 伴侣之间可能会出现 误会和矛盾 导致彼此的感情 变得疏远和冷漠 要多与另一半坦诚沟通 理解对方的感受 共同维护彼此的感情 事业 努力总是不见回报 容易产生挫败感 要调整好自身心态 认识到努力不一定 马上就有回报 但坚持下去 总会有收获 同时 尽量避免与上级发生直接冲突 即使有分歧 也应采取更加圆滑和尊重的方式 表达自己的观点 健康 身体不错 但内心可能会比较郁闷和孤独 容易陷入消极情绪中 多与家人和朋友交流 分享自己的感受和想法 来缓解孤独感和压力 生肖狗 急转直下 黑云压顶 整体 六日小鼠节气后 将步入虚伪象形商官作节之运 面临一系列挑战 才气下滑 事业受阻 健康不佳 需要保持低调 冷静寻找解决问题之法 财运 财务状况很差 本月要特别注意 避免卷入任何法律纠纷或经济争议 这不仅会耗费你大量的时间和精力 还会导致财产损失 不要轻信他人 更不要与人合伙做生意 以免因信任问题而蒙受损失 爱情 无论是男性还是女性 都可能会与恋人之间的关系 变得紧张或疏远 需要更加关注伴侣的感受 可以考虑一些浪漫的小惊喜 或共同活动来增进感情 平稳度过这段艰难时期 事业 本月挑战比较多 在工作中要格外小心 不要触碰红线 否则会带来无穷无尽的麻烦 另外还需谨言慎行 避免在职场上出风头或发表过于激进的言论 以免无意中得罪领导或同事 健康 感到身心俱疲 除了日常工作的劳累外 还需警惕意外伤害 尤其是皮外伤 生肖珠 持续上升 羡煞旁人 整体 六日小鼠节气后 将步入三合贵人观印相生之大吉韵 贵人多 利于学习和事业的发展 感受到周围人对自己的认可和支持 可提升自信心和工作积极性 财运 金钱收入丰厚 上班族在工作中能够迅速抓住机遇 得到领导赏识 从而获得更多的收入 经商者容易遇到愿意提供资金支持 或宝贵建议的合作伙伴 拓宽财路 坚持正当经营 不贪图捷径 就能稳稳地积累财富 爱情 感情很好 有望遇到心仪对象 与另一半关系亲密 尤其是女性朋友 本月魅力四舍 可收获很多异性朋友的青睐 可不要挑花眼了 事业 本月能获得上级领导的信任和重用 为职业生涯开辟了新的可能性 贵人助力强劲 可能会得到一些关键的提拔或推荐 使事业发展更加顺利 抓住机遇 不断提升自我 可实现职业上的突破 健康 心情舒畅 压力较小 精神状态非常好 身体也显得格外健康 可适当进行一些身体锻炼 保持良好的作息习惯 进一步增强体质